嗨 各位車友大家好 我是李翰老師 我今天要來跟各位講 就是如果你第一次到一個場地去 然後或者是你第一次開這個車架 或者是你第一次開這個引擎 或者是你第一次用這個輪胎 反正不管怎麼樣 你只要是有新的有變動的 或者去到一個新的場地 或者一個新的地方 或者用新的引擎 然後或者是你可能用新引擎去救地方 反正不管怎樣 只要不是你平常練車的狀態 你只要其中一個變數有改變 尤其是場地 或者是其中一個就好了 引擎 輪胎 車架 這些幾個影響都非常重大 我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有車友跟我講說 老師 我怎麼第一次到這場地去 跑得這麼爛 我好挫折喔 我知道就是比賽的時候 大家都在可能四零頭這樣子 我怎麼跑出來最好在四四中這樣子 怎麼差四秒多 怎麼會差這麼多 不過 老師要講 因為剛剛跟我反映那個車友 他是第一次去 而且 喔不對 他那個場地他也許有去過 但是他第一次開競技車 因為他沒開過競技車車架 沒有開過競技車引擎 對不對 沒有開過競技車輪胎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情 差個四秒 我覺得這都很正常 因為畢竟不可能 一下子就差得很近 那前面那些人不就也白跑 對不對 而且運動這個東西是累積的 你要慢慢去累積 除非你是天才 當然我相信有可能真的很厲害 一下場就是 哇 就跟比賽的時候是一樣 我覺得這是有可能的 也許國外的頂尖選手 就做得到這件事情 一下去馬上就OK 也不是也許 一定可以 如果是國外這些很頂尖的選手 因為他們經歷過很多賽道 開過很多種不同的車子 用過很多種不同的輪胎 開過很多種不同的引擎 而且他們開車的量都很大 所以他們的適應力會很快 我覺得這個是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以一個素人 你今天又不是職業的 我相信就是開差個可能四秒 我覺得這都算很合理的範圍 不要太過set OK 重要的是如何去改進 最好是把影片錄下來 OK 然後我們可以就影片上面 然後做修正 這才是正面的面對方式 OK 不然你一直覺得 怎麼差這麼遠 沒有意義 重點是怎麼縮小這個距離 OK 這個秒數的距離 當然也有車友他跟我講說 好老師 我那一天去什麼表現跟上一次去不太一樣 那來同學 車友 不好意思 教塑膠太久了 各位車友 記得 不同天的場地 它是不能比較的 因為不同天有不同天的場地的抓地力 抬礁 對不對 曬到溫度 其實這些差別都差很大的 OK 就像在西虎 可能是我很常跑的 他有時候可能比較抓的時候 假設以單數來講 他可能可以在四二位 OK 那如果今天場地很差的時候 搞不好會到四四出頭去 都有可能 那常常有時候也都在四三位 這樣子 你要看場地的抓地力 那還有看輪胎 所以如果是不同天 它是不能比較的 而且你也不要拿別人 在別天跟你今天做比較 其實那是不準的 因為我們就講了 不同天有不同的抓地力 了解 然後再來就是 我希望建立各位車友有個心態 有車友可能會想說 老師我去開不好就是我技術很爛 我不想就是 怎樣去怪什麼車子 車架引擎 我講一句公道話 賽車是只有人嗎 沒有嗎 還有車 是人跟裝備 本來就是要求人車合一 你看F1也是這樣 是吧 OK 所以你去講裝備哪裡不足 我覺得這個是很合理的一個說法 不要覺得說 我說裝備哪裡不足 就好像說我在找理由或什麼 不是這樣子的 但是我們在自己檢討的時候 我們可以檢討說 如果我們在這個裝備下 我們怎麼樣把它開到最好 了解 然後下次去的時候再改善我們的裝備 例如說你覺得你的輪胎不對 要換新的 或者是要換廠牌 那你下次去再去做這樣的事情 你的輪框跟人家不一樣 你的設定跟人家不一樣 你的持筆跟人家不一樣 我們下次再去改動這些裝備 那但是就我們的人的開發技術 一定有得檢討 了解 那我會希望各位車友有一個 更健全的心態 如果今天是輪胎的話 蔡強跟我講過一句話 他說如果你今天輪胎 比人家差的話 開出來還可以跟人家一樣描述的話 代表你很棒 所以他說以他的心態 除非輪胎差很多 他都會忽略不及 也就是他不會去想說 我今天輪胎比人家差 所以會比人家慢個點3這樣子 他不會這樣去想 他會想說 我今天輪胎比人家差 沒關係這我知道就好 那我看可不可以跟人家一樣快 如果這可以跟人家一樣快 太好了 那如果是心態的時候 那我不是就穩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才是一個比較正確 比較良好的心態 好嗎 跟各位車友分享一下 那老師講到最後 重點就是 如果你覺得哪天開不好 把影片把它錄下來 我們就影片上面來做檢討 來做學習 這才是我們進步的最主要方向 OK 然後不要氣餒 知道嗎 學習任何東西都是這樣 會遇到挫折 然後要習慣去克服它 OK 然後因為我這一次我去永安練車 那我是第一次 好你看腳步腳這樣自己 我是第一次開DD2去永安 好我開DD2去永安 好 那那一天啊 如果以台灣SENIOR頂尖 他做出來是40.0 你看我就差0.7 好那 像我是比較容易滿足 我覺得 我第一次去 不錯了啦 對不對 我 沒開過 對不對 對 是吧 這個引擎是新的欸 對不對 然後我沒有在那邊 對不對 我覺得不錯了啦 下次去再把它做得更好一點 OK 就像我可能下個禮拜一二還要再去 我就再把它做得更好一點 看可不可以就是 當天就是台灣SENIOR頂尖做多少 我們就做多少出來 那當然是最好的 對不對 那我在會員影片呢 也會把我這個40.7 因為我就想說 我模擬我自己 也是行到一個賽道去的樣子 然後我會犯什麼錯誤 或者是 其實也不是犯錯啊 就是為什麼會被人家慢一點點 我藉由那個影片告訴你 那個原因在哪裡 為什麼會被人家慢 到底慢慢在哪裡 那你看完以後 你如何去修正你下一次 去那個場地 這樣 OK 老師在會員影片裡面告訴你 如果開不好 我們下次去怎麼樣開好 那開不好是什麼原因 知道這個原因就好 我們自己心裡有數就好了 那下次去 絕對會進步 好嗎 OK 那就這樣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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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